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出演高中生,刘海儿再次被吐槽,网友,真心不好看。 提起迪丽热巴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,迪丽热巴是娱乐圈中公认的美女。 有着抑郁时尚的五官,大眼睛高鼻梁,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容貌。 而且迪丽热巴的身材还非常好,长腿细腰。 所有女生幻想的颜值,在迪丽热巴身上通通都实现了。 关注迪丽热巴的网友们都知道。 迪丽热巴和洋洋合作的新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近日播出了。 目前这部剧已经播出了十几集了,这部剧播出之后的热度还是很高的。 在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女明星乔晶晶,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洋洋饰演的于途。 剧中有一段剧情是迪丽热巴回忆上学时和洋洋互动的情节。 在剧中迪丽热巴穿着高中生的校服,扎着高马尾看起来很清纯。 不过让网友们热议的是,迪丽热巴演高中生。 扎着高马尾额头前留了两缕很长的龙须刘海儿。 很像长歌行中被大家吐槽惨了的造型,看到迪丽热巴的这个造型后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,这个造型在长歌行中的时候就被大家吐槽惨了。 这次还用这个造型,难道之前没有吸取经验吗? 这个造型看起来真心没有别的造型好看。 你们觉得呢?